丈夫在外工作仅三个月终于回来了 晚餐时我特意做了一桌全是丈夫爱吃的菜 饭桌上丈夫一口一口的喂我吃菜 丈夫深深的爱使我觉得自己几个月来所受的寂寞真是值得的 晚饭后丈夫和我相拥着到以前经常散步的那条林荫小道上 散步一回来丈夫就去洗澡 洗过后她把一件睡衣放在我手上说你也去洗吧 我知道丈夫的意思为什么叫我这么早就洗澡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呢 然而当我愈后满脸飞红的站在丈夫面前时 我看到丈夫脸上的笑容有些勉强 我想她坐了一天的车一定是累了 于是我主动靠上前去很快我们就到达了快乐的顶峰 整个过程中丈夫很投入却始终沉默不语 她的沉默令我不安 以前她在做爱时总会对我说些情话 她的沉默与勉强的笑容该不会是在外面有别人了吧 这么一想我的心就有些痛起来 对于他们那些常年在外奔波的建筑技术员来说 在外面另有所爱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他们单位里就有这种情况 可转念一想 丈夫又不像那种人 平时在外面不管有多忙 几乎每晚都会给我打电话 有事情一年年一说就是几十分钟 她的外勤补贴差不多全交给了电话公司 她的同事还因此笑过她帮老婆 比别人养鸡还费钱 可她依旧多年如一日 我真猜不出丈夫为什么不高兴 事后她还是无言的紧拢着我 我柔声问她怎么了 她好像答非所问 我总在外面忙 你一个人在家辛苦了 我说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太想你了 你一定很累了吧 丈夫又沉默一下 然后有些吞吞吐吐的说 我不是故意要找什么 只是刚才你洗澡时 我想找本书看 找书时在抽屉里看到一盒打开的安全套 我知道丈夫为什么不高兴了 因为平时我们避免前是用万用药片 从来不用安全套 我并不是丈夫想象的那种红杏触墙的人 但一听到安全套三个字 我的脸还是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 丈夫因工作关系常离家在外 婚后我们一直过着离多俱少的生活 丈夫外出一次少择十来天 多择几个月 独守空房的我白天忙工作 没觉得有什么难过 可夜晚就不同了 特别是躺在床上还没睡着时 常常情不自禁想起平日和丈夫过性生活时的点点滴滴 那种淋漓尽致的快感 常使我想着想着就忍不住把手摸向自己的身体 结婚三年多了我没患过妇科病 看到那些患病的女友们 三天两头往医院跑 我害怕自己有一天也会那样 为了预防性生活带来的感染 平时我和丈夫过性生活前总要进行清洁大扫除 后来丈夫不在家我自慰时又担心指甲缝里会藏有洗不掉的细菌 尽管自慰前我已把手洗过两三遍 所以我每次自慰都要有安全套 这是我才真正明白了人们为什么要把避孕套称为安全套 它原来不仅仅是用来避孕的 然而怎么开口呢 想了好一会儿我还是不知如何说起 我只好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事情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至于是什么我明天早上告诉你好吗 丈夫轻抚着我的肩头说 我不是不相信你而是太爱你了 我从来不敢想象没有你的日子我会是什么样 面对丈夫的深情我唯有更紧的依偎着他 第二天早上我去上班时丈夫还没起来 我把给他做好的早餐放在桌上 早餐旁放有一本翻开的杂志 在翻开的那页上有一篇介绍女性自慰的文章 其中有一小段是说到女性自慰时用安全套的益处 我用笔在那些字下面做了重点标记 我相信丈夫看到了一定会明白我的用心 果然中午我下班回到家里 迎接我的是丈夫有力的拥抱和一做好的饭菜 丈夫有些不好意思的说 对不起我差点误会了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留言转发